第144集 我跟着大黑走进了木道 这木道没有像别的木道那样 出现空旷的声音 我们进去之后往前走了一段 发现前面的木道已经塌了 巨大的石块跌压在一起 在石头堆里有个洞口 每个洞口黑漆漆的 我不敢拿火把往里照 看着坍塌的木道 我对大黑说 大黑 你带着我来这里干什么 咱们还是出去吧 这里的木道都塌了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大黑并没有听我的话 身子一跳跳到了石头上 然后一扭身 钻进了那个洞 一下子消失了 我看到这里心里一紧张 赶紧地喊大黑 可是已经晚了 我朝着洞里喊了几声大黑 可是那洞里只有短促的回声 没有大黑的回应 我不知道大黑为什么会钻进洞 此时我不敢往那石头洞里钻 只能在那里焦急地等着 喊着大黑没有事 要是大黑出了事 墓室里就只有我自己了 那样的话 即使不被僵尸喝血 也会活活地闷死 我等大黑的时候 看墙上有两盏铜灯 和门口的差不多 都是镶嵌在墓室上的 有了门口的经验呢 我把火把放在灯上点着了 点着了灯之后 周围都亮了起了 我看了看这半截墓道 也是用青砖垒成了 上面的白高泥钩缝 墓道的墙上到处都是白斑 我正看着的时候 大黑从洞口钻了出来 走到我的身边 摇动着自己的尾巴 我一把把大黑搂了过来 大黑 你怎么胡乱跑 我都担心死了 大黑朝我汪汪叫了两声 算是回答我了 这大黑除了不会说人话呀 其他的都和人差不多 我放开大黑 感到浑身像是散了架了 今天遇到的事太多了 好多都超出了我的成熟范围 我觉得很累 干脆坐在那里 让大黑趴在我的身边 我们说着话 我正坐着呢 忽然我感到地在震动 好像有一个巨大的东西 朝我们这边来了 大黑比我敏锐 他感觉到震动 猛然地站起了身子 然后把我朝那洞里拉 我明白了大黑的意思 他是让我钻到洞里躲避 这时得听大黑的 他事先进去过 让我进去一定是安全的 我想到这里转身钻进去 那个洞口不算太大 不过我钻进去丝毫的不费事 等我钻进去一看呢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墓室 这只是塌了一截 应该是一个放东西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塌了呢 我在里面喊大黑也钻进去 可是大黑没有听我的话 而是朝我叫了两声 然后身子一跳 竟然朝外跑去 大黑这是干什么呀 不但不跑进来躲着 还朝外跑 难道是想把我留在这里 自己跑 这个不可能 大黑不可能丢下我自己跑的 那他为什么朝外跑呢 震动的声音越来越响 轰轰隆隆的向打闷雷 大黑跑到木道口 在那里站着 朝着墓室里狂叫 我看到这里赶紧说 大黑 你这是干什么 赶紧回来 外面危险 可是大黑根本就不听我的 还在那里狂叫 就在那震动的闷雷声 快到牧室口了 忽然一个人影跑了过来 我看到这个人影 就一股的怒火 那个人影 是该死的傻大个 傻大个好像遇到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慌慌张张地跑到这里 当一看木道口是疯死的 整个人愣在那里 接着想转身逃跑 忽然一个更高的黑影 摇摇晃晃地追了上来 让牧师发出震动声的 正是这个大个子 大个子几乎和木道一样高 少说也得有两米七八二啊 身子以我张开双臂那么粗 上面粗下面细 长得面如黑锅底 头和脖子连在一起 那五官都分不清楚 只能看见两只眼睛 两条腿像是在中间锯开的一样 这大个子看上去啊 就是一个棺材盖啊 棺材盖成精了 得称为棺材膜 要比棺材精厉害 遇到人或动物之后 也不咬也不抓 直接上去一下子 把人压成肉饼 然后吸人的精血 二爷爷的那头小驴 也许啊 就是这个棺材膜压死 棺材膜一边走一边说 嘿嘿 姐夫 别走 咱们先摔跤 你要是赢了我 我姐就归你了 赢不了 我姐就是我的了 那棺材膜说话跟打雷似的 朕的耳朵嗡嗡作响 前面跑的傻大个儿一听 回神骂道 去你奶奶的棺材盖 老子就是打八辈子光棍 也不会取个棺材板回家 黑大个儿一听不干了 嘴里说道 好呀 你这个大个子 我娘已经答应让我姐嫁给你了 我姐回来之后就拜堂成亲 你现在想反悔 哼 来 你和我摔跤 我赢了 这事就算了 不然我做死你 说完 轰轰隆隆的往前走 走到木道前停了一下 自己的身子太高了 他在那里比划着 看自己能不能进来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大黑朝傻大个儿叫了两声 然后身子一扭朝洞口跑去 然后钻进了洞里 我看到大黑这么做 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 也许大黑本来就知道有棺材膜 他才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刚才在那里叫 是在救傻大个儿呢 让傻大个儿知道我们在这里 想想 大黑真是重情义 不计仇恨 是一条让人敬佩的好狗 比傻大个儿强百倍呢 傻大个儿看到大黑钻了进来 一下子明白了 他赶紧往前跑 准备钻进洞里 这时那个棺材膜看到傻大个儿 往里钻 嘴里说了句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接着 我就看见那个棺材膜 身子往地下一趴 变得如一头牛 朝木道中 爬了过来 傻大个儿真是急了 身子一万 朝石头窟窿里钻了进来 看傻大个儿往里钻 我赶紧地让开 虽然我恨傻大个儿 但落井下石的事情 我绝对不能干 从小伙伴就教我 做人要仗义 傻大个儿个得大 身子宽 而石头缝小 傻大个儿钻进来的时候 可就废了事 只见傻大个儿的肩膀 嵌在了石头缝里 他只能先伸进来脑袋 然后使劲地往里钻 那脖子伸得像王八 就在这时 外面的那个棺材膜笑着 嗡声嗡气地说 姐夫 你往哪里跑 给我出来 咱们一起摔跤 赢了取我姐 傻大个儿一听 吓坏了 赶紧使劲朝里钻呢 忽然傻大个儿的脸色大变 一脸惊恐的样子 身子直往外出流 他在那里大叫道 小杜 快拉住我 快拉住我 那棺材膜抓住我的屁股了 说完 一只手抓着一块巨石 一手伸过来让我拉 我看到这里 对傻大个儿的仇恨 先放到了一边 把火把往旁边石头上一插 抓住傻大个儿的大手 把傻大个儿往里拉 我两只手抓着傻大个儿的手 两只脚 蹬着石头 咬着牙使劲地往里拉 可我哪是棺材膜的对手 我的身子 随着棺材膜的用劲 慢慢地往外去 就在这时 傻大个儿一把把我的手 死死地拽住 当时我一想坏了 傻大个儿这个狗日的 这个时候了 又玩起了不讲义气 他想临死前 拉个点背的 我想咬傻大个儿一下 让他松手 可是我正使劲地 拉着身子后倾 如果我弯腰去咬傻大个儿 我就会随傻大个儿 一起被棺材膜拽出去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听见 撕拉一声 撕步的声音 接着 我感觉身在一松 傻大个儿松开自己的手 我朝后快速地退去 脚下一空 直接坐在了地上 再看傻大个儿 这时已经钻进来 我本来想骂傻大个儿几句的 可一看傻大个儿的样子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笑了出来 只见傻大个儿的挂子 已经划成了布条了 身上好几道血口子 他顾不得身上这些了 转身弯腰 朝外面 看那棺材膜 然后用后身对着我 我在那里 一看傻大个儿的屁股 更是大笑不止了 只见他的屁股上的裤子 已经被整片的撕下来了 大屁股蛋子漏在外边 屁股上还滑了几道血口子 穿得十分清凉 我在那里笑 傻大个儿顾不上我 他紧张地看着外边的那棺材膜 这时外面雷鸣般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只听见棺材膜在外边大叫道 姐夫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傻大个儿在里面说 去你奶奶的 老子才不出去 有种你进来 傻大个儿一五再作死 这一句话激怒了那个棺材膜 棺材膜在外边嚷道 大个子你等着 我进去之后 非作死你不可 说完之后 棺材膜忽然把自己的大手伸了进来 我一看那手臂不能叫手臂了 看上去就是一截圆木 手掌跟家里的谱扇那么大 那只手伸在里面胡乱地抓着 手能抓到的石头被他弄得乱滚 接着他显得石头晃动 棺材膜的劲儿太大了 这样一来 棺材膜没准真的能进来 绝对不能让棺材膜进来 我大骂道 狗日的傻大个 你作死 别连我一起害死呀 赶紧的 赶紧的 别叫棺材膜进来了 我说完之后 就从地上抱起了一块大石头 朝着棺材膜的手臂上砸去 砰的一声响 棺材膜的手臂被我用石头 砸了一个坑 影红的血从手臂上渗出来 这棺材膜也是吸血的 那么大的身板 要是吸血的话 那颗老鼻子了 被砸出血的棺材膜 手疯狂地抓 本来青砖铺成的地面 被抓得翘起了好几块 我又抱起一块石头 对发愣的傻大个说 狗日的 你愣着等死呀 还不赶紧地砸 傻大个这才如梦方醒 他抱起一块百石镜的大石头 举过头顶 使劲地朝棺材膜的手臂上砸去 这一下子 傻大个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只听碰的一声巨响 接着 咔嚓一下 棺材膜的手臂被砸断了 那断掉的手臂当时就变成了一块厚重的棺材板 朝外流着阴红的血 而那棺材膜当时就发狂了 在外边一声爆叫 那响声 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聋了 我赶紧捂住耳朵 这时棺材膜在木道里疯狂地蹦起来 本来那棺材膜就和木道一半搞 这一蹦 头上顶着木道 把木道撞得哗哗啦啦的 往下掉白糕泥 我看到这里赶紧地往后退 想离那棺材膜远点 这时狂跳的棺材膜忽然不跳了 用巨大的身子开始撞击那些石头 那力量已经打得没有边 几下子就把原来的洞口给撞塌了 我们被彻底地封死在木道里 外边的棺材膜好像还不甘心 又在那里撞了几十下 幸好他越撞石头就嗓得越结实 他的呀就越多了 最终那棺材膜再也撞不动了 这才放弃 我们在木道里胆战心惊地看着 那棺材膜每撞击一次 我们的心都会跟着猛烈地跳动一下 直到棺材膜不撞了 我们的心才是稍微地放下 过了好一会儿 棺材膜才走了 我们听棺材膜的脚步声走远 我们才彻底地放心 把大黑抱起来 在那里高兴地转圈 这时傻大哥过来了 笑着对大黑说 大黑啊 那个 那个我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 我抱着大黑 把大黑朝后一转 对大黑说 大黑 别理这个狗似的 傻大哥听见我骂他 这一次他没有发脾气 这个家伙 就是再魂 也没有理由发脾气了 他朝我笑笑说 那个小东弟弟啊 你和大黑 别生气了 我傻大哥不是人 把你们的好心 当成了驴肝肺 我 我 我给你们跪下了 这个傻大哥 脑子真的就是一根精 他说到要给我们跪下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傻大哥膝盖一弯 直挺挺地跪在那里 我这个人呢 从小就心软 一看傻大哥直挺挺地跪在那里 赶紧地扶起傻大哥 让傻大哥不要跪 没有等我去扶啊 自个儿一下子站起来了 笑着对我和大黑说 你们这是原谅我了 太好了 和你们在一起啊 就是踏实 我白了一眼傻大哥说 你这种人 用我大爷的话说 就是一个憨肿愣祸 那棺材经 一说把闺女许配给你 你就什么都不顾了 大黑想拦你 差点被你一下子踢死 你都有媳妇了 不和你媳妇在一起 来找我们干什么 傻大哥挠着后脑勺说 那个 弟弟 咱就别提这件事了 你们又不是没有看到 我那个大舅哥 长得那个屌样 他妹妹能好看吗 再说了 我就是打八辈子光棍 也不找棺材经那样的 我说 这么说 你是白去了一趟了 那你说说你 怎么就一句 把闺女嫁给你 你就相信了呢 傻大哥说 这事啊 说来话长了 都是说不上 我媳妇闹的 咱祖上三辈贫农 当年我爹 也当过贫农学会的官 我因为根正苗红 在生产队里可吃香了 后来我爹娘得病死了 不过 你哥我在生产队啊 也是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啊 散了生产队 不讲成分了 当年的地主 做起的小买卖 都发财了 盖了新房子 而我这个贫下中农 却说不上媳妇了 我想媳妇啊 天天想 夜夜想 这想着想着 就成谈谜了 傻大哥说到这里 我只想笑 他这个媳妇啊 也就只有二怪 能和他比了 我看着傻大个就和他开玩笑说 那你 看到了你媳妇没有 傻大个说 看到个屁啊 那个老嬷嬷一开始 对我说她闺女就在里面 让我跟着去见面 我一听心里高兴啊 就跟在老嬷嬷的后面 一直跟到了一个木道口 进了木道 就到了一间大房子里 说是房子呀 更像是挖的洞 那房子的墙 都被垂得光亮如镜了 我的手电筒照在上面 都跟玻璃一样 只是屋里啥都没有 我问老嬷嬷 为什么没有灯 老嬷嬷说 自己见不到光 接着 老嬷嬷让我在屋里等着 他去喊小舅子 才过了一会儿 我就听见闷雷一样的声音说 姐夫来了 我看看 个子大不大 说完之后啊 我就感觉脚下的砖都震动了 好像有一个沉重的东西要进来 我赶紧拿手电筒一照 当棺材膜一出来 我一看 就知道棺材膜和老嬷嬷不是人了 你还能分出来是人不是人 我以为你那两个眼睛是流着喘气的呢 傻大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那个弟弟 要是那个棺材膜和我一半高 我还真就信了 可那个棺材膜太高了 甚至比我高出了一大截 那腰比门还宽 这样能试人吗 我看见棺材膜出来 转身就跑 那个棺材膜一看我想跑 就对我说 姐夫 别跑 咱们摔跤 你赢了 我姐就归你 我赢了 我姐就归我 我当时骂了一句 你男人的 我不要 你姐归你这个王八蛋了 我说完转身就跑 那个傻大哥在后面追啊 我这一跑砍刀掉了 手电筒也摔坏了 眼看就要被棺材膜给弄死了 这时忽然听见大黑叫 我就跑过去了 我听傻大哥说到这里啊 对傻大哥说 你活该 大黑比你强多了 他要是和你一样挠肿的话 他就不去救你了 这时候啊 你早就被棺材膜给做死了 很久啊 你这么 Ai 你在 fatal